HELLO 欢迎大家来到配鸡下下叫 就是要来跟大家讨论网友留言的内容 那刚刚哈友问了另外一个很厉害的问题 是要同行才问得出来的 那就是我们在做保养也好 或是在做指甲也好 其实我们都有包含着处理干皮的费用 就是前置的费用 如果说今天这个客人的干皮不需要剪的话 那这个部分就省下来了嘛 那这个钱要不要退还给客人呢 其实我们在做指甲的时候会包含基础保养 基础保养里面包含了帮他处理干皮 那什么叫处理干皮 你该剪的你就是要剪 你不需要剪的你也必须要把它推开 推开之后呢 把干皮下面的老肺脚脂做整理 所以所谓的基础保养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不是单只剪干皮 而是处理干皮 那处理干皮有可能是剪 有可能是把它推开 处理下面老肺脚脂 它有各种状况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没有退费这件事情啦 因为我们处理的时间不会因为 你要不要剪干皮而变少 它这个问题还隐含另外一个没有这么明白的问题想要问 那就是请问老师 如果说今天客人的理念和美甲师的理念不合的时候该怎么办 再来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新手美甲师 这时候客人比较老鸟比较熟悉 新手美甲师比较不熟悉 那时候该怎么处理啊 我们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当客人理念跟你不合的时候 你就不要强求 这就好像是 你去看医生 然后你生病了你去看医生 你跟医生说 我得癌症 你可以帮我把癌症全部都消掉吗 医生会告诉你 我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循序渐进 那个病人可能跟你说 不行啊 我就要现在立刻消 我就是办不到啊 那办不到的话 这时候你就不要勉强 或许有医生可以帮他办到 立刻就把癌症细胞都处理掉 这概念是一样的 那刚刚我们讲到的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很尴尬了 如果客人是老鸟 你是新手 那该怎么办 你要当美甲师 你就要知道你的训练要够足够 你才可以出去收费 当你的训练不足够的时候 你却想要去做收费客人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要自我检讨 是不是我们的功力不够呢 或者是练习不够 你站出去 你就要有一定的自信 如果当你没有一定的自信的时候 我会建议 要不然就是去练习练到你熟练为止 不然就是去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店家 然后请老师好好的交 交到你有自信了 你可以担当一面的时候 我们再去做收费客人 做了收费客人就要给予应该有的服务 所以如果说是菜鸟 遇到了比你厉害的客人 我们怎么办 不能怎么办啊 你如果今天是菜鸟 我说实在的就不要去做客人 你本来就不可以在客人身上做实验啊 说得有道理喔 付钱就要给等同同服务 如果是菜鸟的话 你应该只收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或是不收钱 可以 像我的话 当我是菜鸟的时候 我就会讲得很明白 我今天是新手 所以我只有做新手价 那新手价的话 我一定有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地方 请你多担待 可是那价格就真的会很低 然后我也会讲明的就是新手价 哇对喔 怪不得你是个有良心的美甲师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一定会说 因为是新手价 要多收一点钱 因为你知道越新越贵啊 你是说女人吗 你开车了你 好啦基本上我会很老实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行业 你如果你要做出一片天空 我们大学都要念四年嘛 对不对 你四年出来你也只能做行政助理 你四年念出来你也只能做行政助理 是行政助理不是行政助理 行政助理或者是基层人员的工作 那怎么有可能 在学几十个小时 你出来就是一个担当里面的美甲师 不可能嘛 大家都是要从小职员 然后慢慢一路往上爬 所以不要想着一副登帖 没有这种事情 如果你还有遇到什么 比较难的问题 或者是你遇到一些 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一些客户 遇到一些跟这个网友一样的状况 其实都可以留言跟我们说 那我们也会尽力从里面挑一些 问题来做影片 让大家可以更了解 对 拜拜